欢迎您锁定中视新闻全球报道 新北市三峡昨天发生惊悚爆炸 警方查出刘信主贤 他混击帮派有暴力讨债前科 家里面堆放大量的鞭炮和烟雾弹 甚至还有四把枪宛如一个小型的军火库 受伤的住户下午包扎纱布重回家园 回想意外发生瞬间心有余悸 今天事实拍下民宅玻璃们 突然一阵剧烈晃动 住户还以为是地震全都吓坏 往门外惊恐窜逃 这才惊觉社区发生大爆炸 感觉东西掉下来很大的一个凉一身 忘了很多针 因为它那个好像有伤到血管 过几天能让家里搬回来住 还有人平安就好了 23号下午三点多 新北市三峡社区爆炸 时隔一天回到现场仍然满目疮痍 68岁老奶奶脚被玻璃化伤 裹着纱布兴有余悸 我一直喊喊说前面找我 采访当下不断有碎玻璃掉落 对面之后惨遭波及 门窗玻璃炸裂 社区爆炸到底是什么 警方也要弄清楚 警方在引爆点 流行男子家里的楼梯间 找到黄色粉末 花烟为烟雾弹燃烧着残渣 还找到鞭炮和改造手枪 宛如小型军火库 现场弥漫硫磺刺鼻味 让邻居超傻眼 流行嫌犯是主联邦分子 从事暴力讨债 这回囤积弹药不排除是放药用工具 等他清醒后继续理清案情 不过他9月才刚完婚 这回老婆妈妈都差点赔上性命 透天别墅队门坐有暴力讨债军火库 恐怕也让居民始料未及 新北市三重在周日晚间发生街头斗殴 一名男子和另外一个人互看不顺眼 竟然就伙同朋友 把人强行掳上了车徒手殴打 甚至还用车门夹人 一群人用脚狂踹 让目击者吓傻了 赶紧报警 好几名男子围在车门旁 其中一人压低身子 把一名男子用力推上车 只见他顽强抵抗 后方的人也上前帮忙 最后直接用车门 往他身上用力狂夹 当街将人掳到车上不成 干脆直接将人推到地上 一共五个人就在大马路旁 围着男子朝着他身上用脚狂踹 只见他全身趴在地 还有人抓住他的右脚当街拖行 这画面实在让目击民众通通吓傻 又不敢上前帮忙 立刻通报远警到场 事发新北三重 三合国中旁 周日晚上九点多 据了解27岁刘姓男子 在路上碰到这名44岁彭姓男子 双方互看不顺眼 没想到刘南就伙同朋友 将人强行压上车 徒手痛殴 被害人死命抵抗 最后干脆直接把人推倒在地上 用脚狂踹 被害人全身多处擦挫伤 一群人就驾车离开现场 仅仅因为互看不顺眼 街头直接掳人上车 还上演群众斗殴 究竟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纠纷 还有待警方后续理清 记者林春安 范雅桥新北报道 高雄市区知名的庙宇三奉公 附近的住户拍下 昨天的凌晨五点多 他们竟然就狂放烟火冲天炮 住户抱怨 巨大声响根本没法睡觉 而且还飘散气味难闻的超浓七彩烟雾 当地居民表示这样状况已经好几十年 里长反应也没用 环保局接获检举查证属实 可以开罚最重十万块 密集冲天爆声超刺耳 紧接着七彩烟火开始释放 红绳黄绿蓝电子各种颜色通通有 还有最后一整排高空烟火一阵狂炸 总共持续一分半 新厂超浓烟雾弥漫 甚至遮蔽庙宇超夸张 最后还冒出浓黑烟直接扑向民宅 附近住户被炒到冻北雕 而且空气中都是难闻味道 假日好心情完全被打坏 住在高雄三凤宫附近 数十年来不得安宁 住户们不堪其扰 网友也炮轰 早上五点就绕镜放炮 希望住户们团结硬起来 也希望陈其迈管一下好吗 实际来到三凤宫 地上果然有燃放烟火痕迹 庙前狂掌还有堆积如山的烟火盒 环保局接获检举到场稽查 这个不是我们三分工放的 庙方喊冤不是他们放的 而是外地静香团来访 外头都有标示禁止放烟火 但懒眼懒不住很无奈 放烟火造成空气污染 环保局最重可罰十万元 虽然庙方不断喊冤 只是在看看这七彩浓烟 还有烟火山大阵仗 庙方有管理责任 却说只能柔性劝导 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记得猜中级 王书宏高雄报道 好 来看到目前 这新冠病毒 BA.5的疫情 是已经明显下降 因此指挥中心在今天宣布了 重大的松绑措施 包括了确诊者的7加0 以及这个接触者改成是0加7 等于是先布 这个叫做居家隔离 已经是正式走入历史 另外包括像是健身房 参加团体旅游的三级令 也取消 甚至是可以不用量体温 我们带您一块来看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相隔896天 移除台上隔板防疫规定 也将在11月7日大幅度松绑 包括确诊者的同住接触者 原本3加4与0加7双轨 将统一改成0加7 确诊者也将从现行的7加7改成7加0 后7天快筛因就不必在自主管理 代表居家隔离走入历史 另外也取消三级令 包括参加中药活动 团体旅游 进入健身房 及八大行业 11月7日起将通通取消 打满三级限制 另外所有公共场所 也将取消体温的量测 台大医师黄利明更认为 新冠从法传第五类 降为第四类的时机 大胆一点已经可以变更 但若小心一点 还是冬天过完 明年初再降比较适合 根据纽约时报最新排行 台湾疫情确诊数 每10万人160例 人是世界第一 死亡每10万人0.25例 排行高距第三 而目前台湾疫情 国内BA.5已占百分之九十二 境外BQ家族栓只占了百分之六 但世卫组织推估新变异株 BQ家族将在明年初 在欧美各国占八成以上 国内大解封后 医生提醒五到六岁以下 海童最危险 恐有免疫负债反扑的影响 建议家长应尽快带儿童 施打呼吸道融合病毒 单株抗体疫苗 幼童防疫还是要谨慎 在王志文杨宗燕台北报道 恐怖的喷火油锅 来看到彰化这间便当工厂的厨房 一早油锅就起火燃烧 当时有两名员工急着上前灭火 分别是二到三度的灼伤 幸好都没有生命危险 专家强调假使是看到了厨房里有油锅起火 第一动作一定是先盖上锅盖 接着才是关闭火源以及关抽油烟机 而且切记千万别洒水 否则猛烈的喷剑恐怕会造成伤亡更加严重 来看到台南是有一处交流道的拓宽工程 包商拆挡土墙出了大包 因为挖空地基导致旁边的民宅坍塌 至枕变墙壁崩落 房屋倾斜严重变形 而女屋主当时在家里还受困在家中被吓坏 当场放声大哭 工人立刻前来抢救 女屋主是哭着跑出窟外说真的差点死在里面 平方民宅屋顶砖瓦崩落 每一面墙壁全都均略向下崩塌 地板严重倾斜如同废墟一样 这都是外头施工挖挡土墙 造成房屋崩塌 事发当时女屋主一个人在家 想逃出去铁门竟然变形求救屋门 女屋主委屈到哽咽流泪 房屋崩塌人还受困 当场放声尖叫大哭 施工的工人听到后这才赶来掰开铁门救人 房屋崩塌发生在台南大湾交流道附近 公务局包商执行 高速公路机车专用到工程 开挖挡土墙 但开挖前没做好房屋鉴定 也没打钢板桩 直接开挖就逃空地基 严重疏失 初步评估民宅已经变尾楼完全无法住人 闯货包商将负责打掉重建 以及住户租屋所有费用 道路施工却害民宅崩塌实在离谱 记者赖关张网书红台南报道 最近消息台南柳营竹人皮平交道 有黑色轿车听到了零响还是要硬闯轨道 结果被栅栏给卡住 这时左边有一列区间车正要通过紧急刹车停住 轿车上一名富人下车是用手硬拉开了柵栏 让轿车可以倒退出来 富人跟驾驶还挥手示意说列车可以通过 区间车这才缓缓启动 整个夸张的过程全都被执击 铁路警察表示硬闯平交道可以依法开罚 一万五到九万块并且还要吊扣驾照一年 有网友拍下了一张照片 这停车场的入口处放一望去 竟然全部通通都是白色的车辆 让网友几乎台湾人真的这么爱白车吗 过去不少人认为白车容易脏 保养不容易 不过近年来白色车辆的销售量却是逐年提高 有内行人点出白车其实是有三大优势 我们带你一块来看 民众准备到停车场停车 但抬头一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 将近十台车全是白色 以为误入白车趴 白车真的吓趴吗 白车很难照顾 风吹雨打 真的很难保养 下了雨那个条纹很难看 印象中白车容易脏 久了甚至容易泛黄 但市场数据显示 全球车主最爱的车色 白色以35%位居第一 很甩黑银灰色 网传白车好处多多 国外研究显示 白色的太阳反射率较高 冷气耗能降低之下 白车的平均油耗 相较黑车低的大约2% 若以一个月三千元油钱计算 一年就能省下720元 干五驾后康 这其实算是 都市传说的其中一个 你车子的隔热纸 如果说贴的隔热率是够好的 基本上其实车内 比较不会有太高温的状况产生 油能省多少不知道 但却能省下事故 夜间白车能见度加 安全性大大加分 甚至事故率降低10% 白车比较安全 晚上辨识度比较高一点 民众喜欢车也好转卖 以中古车市场来说 白车因为折旧率低 买车卖车都很火热 黑色的车跟白色的车 其实都算二手车市场上面 自首可乐的选择 黑色的车价 价格会落差在5到15万左右 省油安全价格好 让白车城的车主心头好 不过爱车的人 也不一定只在意这几点 老话一句 自己喜欢就好 这位贺销与张若思佑淘 台北参会报道 市子是秋天当令的水果 但吃多了恐怕造成胃结石 有病患天天吃柿子 还真的吃到了胃结石 但是就在他很担心 要做侵入性手术时 医师却说不用怕 只要天天喝100cc的可乐 就能治疗 经过一周 他的胃结石竟然真的消失无踪 医师解释 因为可乐当中含有气泡和酸性物质 的确能够有效溶解食物性结石 秋天到了柿子黄了 民众一口接着一口吃下肚 但是要小心 这恐怕会让胃部出现结石 一名患者胃痛胀气 吃不下饭 到院检查后才发现 是罹患了胃结石 经过医师询问 患者的饮食习惯后 猜测很有可能就是 天天吃柿子热的祸 像因为柿子 我们有很多的纤维 它也没有办法 被我们的胃酸给分解 它就会在我们的胃里面 开始从小慢慢聚集变大 柿子里含有丹宁酸 在胃里遇到蛋白质 会变得粘稠 另外像是香蕉 苹果 番茄等水果 也有一样的物质 因此容易在胃里沉淀结块 进而形成胃结石 而医师除了替患者 开内服药之外 还给了一个特别的建议 就是每日至少喝100cc的可乐 而患者照着做 一周后回诊 胃结石还真的不见了 可乐也是一种酸 所以常常我们确实 然后在做内饰镜的时候 我们也会冲可乐 医师解释 因为可乐属于碳酸性饮料 含有气体和酸性物质 可溶解食物性结石 但是还是要小心 若患者有胃溃 阳病史就不宜大量饮用 否则刺激胃部 反而造成胃传孔 像可乐的碳酸 我们也可以溶解到 铁钉生锈的部分 这个很可能是病人的胃酸 可能原本就有一些 不足的一个状况 但是医师提醒 除了胃结石 其他的结石 包含肾结石 胆结石以及尿道结石 都无法用可乐消灭 虽然坊间流传 许多可乐神奇功效 但是医师建议 还是要经过专业评估 避免变得更严重 记者周天杰翁家瑜 台北暢报道 老一被强说 小朋友睡觉 肚脐如果露出来容易感冒 这竟然还真的有医学根据 医师证实 包括像是胸部还有肚子 因为占身体的面积最大 离内脏最近 有不少的神经和血管 只要体温下降一度 那么免疫力 就会下降百分之三十 这时候肚脐没有用被子 包覆好来保温的话 那么体内原本可以 和平共存的病毒 恐怕就会开始作怪 小朋友突然断电 爱捆爱捆 爸妈转移阵地 抱到房间睡 马上开始不受控 肚脐就是一颗圆滚滚的肚子 就这样露出来这样子 睡觉不爱盖背背 露出肚脐 家长好烦恼 老一辈看到更是不香喔 老人家的话不是迷信 真的有科学根据 睡觉露肚脐容易生病 因为胸部肚子 占身体面积最大 离内脏最近 有很多神经跟血管 体温每下降一度 就会减少百分之三十的免疫力 相对的话皮肤也会比较干燥 等于全身也会进入一个 比较容易脱水的状态 相对的就是循环会比较不好 免疫力也会比较差一点 怎么避免孩子感冒 家长早有对策 把他肚脐盖住 这样子他就比较不会禁风 房梯被保肚裤 穿上后小朋友怎么翻都不怕 那大人呢 即便大人不像婴幼儿这么敏感 但医师提醒 不管天气再热 肚脐覆盖一层薄被 达到保温效果 维持抵抗力 体内潜藏病毒就不容易发作 记者刘米里云杰台中报道 天气变凉 好想吃热乎乎的火锅 但是狂吃火锅料 小心热量爆表 排阳榜出炉 热量最高的第一名是豆皮 每一份要95大卡 另外包括像是油豆腐和鱼子球 都比较热量高 但是还有一个 纳含量要注意 纳含量冠军是共玩 如果说吃到饱的火锅店 让你不断的吃 这一餐吃下来 恐怕会吃到2800大卡 天气变凉 大口吃锅超过瘾 蛋火锅料 一口一个热量高的吓死人 不小心就会踩到肥胖地雷 会配 可是是配喜欢的 鱼饺供玩还是麻糬烧 每一款都畅销 排行榜出炉 热量最高前五名 豆皮一份95大卡 登上热量冠军 第二名三角油豆腐 一个76大卡 鱼子球一口咬下去 还会抱软 一个72大卡 咸甜咸甜的芝麻麻糬烧 一个60大卡第四名 还有最常吃的共玩 一颗54大卡 那含量确实第一名 随便吃几个就热量破表 有豆腐因为它本身制造的过程中 是用炸的 所以它跟一般的豆腐比起来 它脂肪含量会比较高 火锅吃到饱要回本 很多人矛起来吃 但肯定吃过量 一餐下来最高吃进2800大卡 以一个60公斤的成人来说 得慢跑将近六小时 才能把热量消灭 会添加脂肪含量比较高的肉类 那也有可能会添加磷酸盐 所以火锅料的部分 可能脂肪以及钠的含量 都会比较高 想要吃过不踩雷 汤底尽量选昆布或蔬菜汤底 汉多吃蔬菜 狂吃火锅料 热量大爆表 冬天过去 身材恐怕也肥一圈 记者黄迅宋佩晨高雄报道 台北市场选战的最新民调数字 陈时中是稳定的落后蒋万安 他连败票都会碰到有民众对他呛瞎 因此最近似乎是狂打抗中牌 来巩固基本盘 不过柯文哲就嘲讽说 他和蔡英文永远是说一套做一套 选战斗鼠一个月 陈时中加紧败票 但走到哪被呛到哪 民众到底对陈时中夺反感 根据最新民调 蔡万安支持度百分之二十九点六七 位居第一 陈时中百分之二十二点一三 黄珊珊调车尾 这些度只有百分之十七点四二 陈时中有没有可能因为气宝翻盘 已经兼臂清也很清楚 民进党的支持者就是唯一陈时中 绝对不可能气宏保存 气宏保奖还有一点点可能 大家再不满他仇恨值再高 他还是有一定的基本的得票率 他起码就三十二到三十五 他有这些票数 就因为要保住基本盘 陈时中自称有抗中保台DNA 柯文哲炮后 蔡英文又带头狂卖芒果干 我就觉得很奇怪 小英总统不是说如果在对等 跟尊严的条件下 可以跟对方来解决台海的争议 如果小英总统讲一套 他们底下也是做另外一套 表示说他已经大概就是第三名了 所以开始回去巩固基本盘 只求说不要崩盘而已 你就算真的要抗 拿出点实际的办法来啊 是不是未来所有台北市民 也要全民皆兵 共同来做演练 是的话就当做你的政策 大方提出来 但如今全时中在不同地方一路哀唱 芒果干不知道还能不能热卖 既然叶伟林林佩杰 这句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秋天螃蟹最肥美 不仅肉质细致有弹性 而且还有饱满的蟹黄蟹膏 是大蛋螃蟹的好时机 不过因为螃蟹本身非常寒 不能够吃太多 不过中医师就说了 如果你是容易口干舌渣 经常便秘 而且容易觉得肚子饿 那代表您属于胃因虚症的人 那么恭喜您了 因为您就是属于吃螃蟹的最佳体质 活跳跳的处女红旋放入锅中 一道道美味螃蟹料理 让人口水直流 9月到12月是蟹肉最肥美的时节 但螃蟹本身极寒 不能多吃以免腹泻 但有中医师分享 如果你有这些特征 像是容易口干舌燥 经常便秘 常觉得肚子饿 属于胃因虚症的人 反而是吃螃蟹的最佳体质 医师解释 因为螃蟹属于寒性食材 灶热体质的民众 一天最多可以吃四到五只 但是要是身体虚寒 一天最多只能吃一只 在烙里的过程中 也能加入适量的 姜葱蒜平坑食材性质 如果你本身就有一些新陈代谢症候群 有胆固醇的疾病 有痛风过 那你吃了过多的海鲜的料理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担心你胆固醇的失控 医师强调由于蟹膏蟹黄 含有高胆固醇 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 且螃蟹蛋白质含量高 属于高普林食物 有痛风病食的患者 应避免食用 适量摄取才能在享受美味的同时 又吃得健康 接着离情成交轮台币采访不到 高雄古山鱼市场21号盛大开幕 高雄市长陈其迈 亲自参与了开幕典礼 不少民众也迫不及待 依赌着鱼市场的全新样貌 绚丽水谷表演 嗨翻全场 鱼杠旁不仅有豪华邮轮 高雄市长陈其迈 与两位啦啦队女孩一起开心合照 一世代二全排最美高雄古山鱼市场 全面启动 陈其迈开心吃着海鲜 同时举杯庆祝古山鱼市开幕 许多民众也抢先目睹 鱼市场全新样貌 陈其迈也表示鱼市场的重新启动 也会帮助到更多在地渔民 股山鱼市场曾经是高雄首作 现代化鱼市场 后期因为重新转移渐渐没落 如今鱼市场的重新启动 也将成为最新股山打卡地标 记得王云廷高雄采访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义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